年年夏日,大家都爱吃青薯又解渴的西瓜,西瓜营养丰富,中医认为,西瓜性汗味肝,具有清热解暑,出发知可,立小便等功效,是夏季的最佳水果。 但是你知道吗?有的人是不能吃西瓜的,西瓜也不是怎么吃都可以的,不正确的吃法,会给人们带来很大的风险,甚至会危及生命。 今日,江苏长洲一位老人,在吃了几块西瓜后,出现急性病发症,同症酸中毒,最终不幸离世,说视频了解详情。 最了解,这位老人平时爱吃油腻的食物和水果,患有糖尿病,夏天到了,天气刚热起来的时候,老人在晚上吃了许多西瓜,结果到晚就出现了胃肠脑的问题,恶性呕吐,甚至引起腹痛。 第二天早晨,家人突然发现,老人已经悄然离世,医生悲喜。 老人是因为吃西瓜引起了酮症酸中毒,并导致死亡。 据医生介绍,酮症酸中毒是糖尿病的一种急性病发症。 发病几切快,如果及时干预,可出现多脏器功能刷截,进而危及生命。 对于糖尿病患者,除了药,暗示服药外,尤其要管住自己的嘴巴,控制适用水果的分量。 如果血糖过高,就需要暂时停止适用水果。 一,不要吃的过多,否则伤脾胃,引起咽喉颜,喜欢吃生冷制品,吃多了一伤脾胃。 所以,脾胃虚含,消化不良,大变化限制上时为宜。 多时则会腹肠,腹腺,食欲下降,才会净寒术湿,导致疾病。 依此食入西瓜过多,西瓜中的大量水分被冲淡了也,引起消化不良和胃肠到底克力下降。 二,不要吃打开过久的西瓜。 夏季气温高,西瓜打开过久一变质,繁殖病菌,食用冷容易导致肠道传染病。 买西瓜时,最好不要买现成的切成一半的西瓜,买回来后尽量在两个小时内吃完。 三,冷藏西瓜最好必用保鲜膜。 很多人以为将西瓜放进了冰箱,裹上了保鲜膜,应该很卫生。 其实不然,覆盖着保鲜膜的西瓜,反而会滋生更多细菌。 这是因为在裹上保鲜膜之前,西瓜表面就存在着细菌和微生物,而保鲜膜的存在会影响西瓜透气透水。 这种环境下,微生物或细菌繁殖速度加快,西瓜会因此变质。 所以西瓜最好是现切现吃。 如果一定要冷藏西瓜,最好使用保鲜膜。 四,肾功能不全者不要吃西瓜。 早时间内大量吃西瓜,应是体内水分增多,超过人体的生理容量。 而肾功能不全者,其肾脏对水的调节能力大大降低。 最进入体内,不多的水分,不能敲解鸡排猪体外。 这些容量低聚很多,容易也提醒其力摔紧而死亡。 五,口腔溃疡者不要吃西瓜。 中医认为,口腔溃疡的主要原因是阴躯内热,虚火上饶,灼伤血肉脉落。 西瓜,有利尿作用,口腔溃疡者若多吃西瓜,会是体内所需正常水分。 透过西瓜的利尿作用排出一些,这样会加重音乐偏虚的状态。 应需则内热力胜,加重口腔溃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